哈哈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花小葵的运动小课堂 在之前的课程里 我们学习了篮球 足球 以及乒乓球的英文表达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羽毛球运动的单词 大家准备好了吗 Badminton B A D M I N T O N Badminton 在单词Badminton中 字母组合 AD的发音是 AD 字母组合 IN 发音是 IN 而字母O 在这里发 OIN 点起来读一读吧 Badminton Bad Me Ten Badminton Badminton是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是 羽毛球运动 羽毛球运动 是一项室内 室外 都可以进行的体育运动 非常方便 那你们喜欢打羽毛球吗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我喜欢打羽毛球 或者 My hobby is playing Badminton 我的爱好是打羽毛球 对了 我们花花家族一年一度的羽毛球大赛快到了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去羽毛球场打卡训练哦 I play badminton every day 我每天都打羽毛球 学习了羽毛球相关的英文表达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啦 花小葵 为什么羽毛球被称作Badminton呢 咦 我发现单词里有Bad这个部分 难道说羽毛球这项运动很坏 哈哈哈哈 阿道看问题的角度可不是一般的独特啊 同学们注意啦 单词Badminton和Bad并没有关系哦 事实上 这个单词其实是一个地名 在19世纪的时候 英国有一位公爵 它的一座庄园就叫做Badminton 中文英译为巴德米通 回一天 公爵的仆人从印度带回一种叫做Puna的玩具 它是一块插有羽毛的圆形软木 由两人手拿木板互相拍打 公爵很感兴趣 于是模仿网球拍的样式 对木板进行了改造 并作为招待客人的一种娱乐方式 之后 羽毛球运动迅速在英国发展起来 由于它起源于Badminton庄园 所以人们把羽毛球这项运动称作Badminton 哈哈 这就是有趣的Badminton了 相信同学们都了解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 我们该如何记忆单词Badminton呢 嘿嘿 除了可以用巴德米通的谐音去记忆之外 我再教你们一个小妙招 我们可以把它拆封为三部分 BAD 看成单词Badminton 看成名的拼音 TON 看成单词Tone 连起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 在羽毛球运动中 把球拍用坏的农民赢得了一顿奖品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好了 今天的运动小课堂到此结束了 我还约了朋友一起Badminton呢 同学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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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